假如你家住几楼就可以领几包黏土 同学们宣布一件事情 我们开始发黏土了 发黏土 老师 平时我们一天只发别好黏土 这次你要发几包啊 这次发黏土是由你们来决定的 你们来决定的 那我要发100包 我要发1000包 我要10万包 怕我 想什么了 想领几包黏土 就要看你家住几楼啊 那我先来说 行 小白你家住几楼啊 我家住在一楼 一楼啊 那你只能领一包黏土了 就一包 这么少呀 不行不行 老师你听我说呀 我家呢是个大别墅 地下还有两层 地下两层加上上面的一层 一共三层 给你三包黏土 三包 比平时多一包的 不错不错 就这样子 老师到我了 好 胖虎 你家住几楼呀 我家呀住在99楼 99楼 小白你见过这么高的房子吗 没有我余的胖虎在吹牛 行 胖虎住99楼给你爸 99包间住 好 哎 别忘了 哎是我爸 哎 喂爸 我现在正在上课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鲁子 那咱家破产了 房子抵押了 啊爸 那咱们现在要去住哪呀 嗯 抵押山库一层 啊 不是吧 挂了 爸 出台子去了 喂 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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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咱们从街上住到了地下 还得99包年楼 黑了 哈哈哈哈 哈哈 胖虎 你现在住复一楼 那你还趁着老师一包年楼呢 不是吧 这两个年楼还能倒天呀 哎 老师干我了干我了 胖虎 你家住几楼呀 老师 我也不知道我家住几楼 我每天都是换着不同的房子住的 为什么呀 难道你没有家吗 老师 不是我没家 是我家的房子实在是太多了 我爸在世界各地都买了房子 有的时候我住二楼 有的时候住三楼 有的时候住五楼 哇 那么多呀 嗯 那这样吧胖虎 你想要多少包年楼 你自己掉 行 老师 我今天先要三包年楼 等我什么时候玩完了 我再去找你拿 哈哈哈 行 没问题 你们的年楼等会儿到办公室 同一班吧 下课